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以来 我们都信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理论 所以不断地加好友 好友数量也很快到了极限 但门心自问下 这些人有几个是自己的朋友 大多数情况 加了好友后再也没有聊过 微信上的很多好友 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和头像 躺在你的好友列表里再也没了生息 作家苏诚诚说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若他们走进不了你内心 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 一个人的朋友不在于多 而在于今 删除那些无用的人 才是一种智慧 一位抱怨 负能量爆棚的人 朋友宋涛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 前段时间谈业务失败了 心情受挫 本想通过朋友圈汲取点正能量 但没想到朋友圈里都是负能量爆棚的人 整个朋友圈看上去特别丧 不是抱怨社会不公平 就是抱怨自己命不好 总之 所有的问题都与自己没关系 宋涛本来心里就堵得慌 越看越烦 心情也越差 于是 他果断把这些负能量爆棚的人全部删掉 彻底远离他们 负能量是会传染的 如果一个人一直焦虑抱怨 那么时间长了 很可能这份焦虑抱怨会传递给你 等你想摆脱的时候 就会特别困难 心引力法则中说 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说白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就是一种能量的互换 和正能量 内心自带光芒的人相交 你心情会特别舒畅 会变得阳光开朗 但是和负能量的人相交 你会痛苦难过 觉得生活无望 远离朋友圈传播负能量的人 拥抱生活中的阳光 而不是阴霾 你才能成为一个积极乐观 健康向上的人 刷存在感 和你抬杠的人 朋友小李的钱包丢了 于是发了一个朋友圈 今天真是倒霉 钱包竟然丢了 他刚发完 底下很快有人评论 真是有钱人 像我们这些穷人 连钱包都没有 你钱包丢了还要炫耀一下 丢了是你不小心 活该 钱包丢了 本来是狠心塞的一件事 小李本想借助网络 寻求安慰 没想到反而一来嘲讽 这种人放在朋友圈 实在是多余 还有一次 小李把自拍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 当大家都在赞美时 有个人突然跳出来评论 长得这么丑 不是你的错 但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错了 你这照片 是最新版的午夜凶灵啊 看到这条评论 小李差点起疯了 他狠狠地对了对方 没想到对方不依不饶 最后 小李果断把他拉黑了 每个人的朋友圈中 似乎都有这样的人 他们喜欢抬杠 无论你在朋友圈 发什么动态 他都会反驳你 当然 这并不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观点正确 纯粹是为了寻开心 这类人 反驳别人的目的 就是刷存在感 通过打压别人的方式 获得优越感和快感 如果你的朋友圈里 有这样的杠金存在 那么注定是一场灾难 有人说 任何让你不舒服的关系 都是错的 如果感觉他们 让自己不舒服了 那就果断删除吧 否则这份不舒服 可能会被放大 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 没边界感 一直麻烦你的人 朋友王磊 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前几天 有个写手 想让他帮看一篇文章 出于礼貌 王磊同意了 他很认真地看了文 然后提出修改意见 这名写手 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 顺利地上稿了 王磊以为事情就结束了 没想到 这只是开始 没想到这名作者 经常找王磊看文章 一次两次还行 后来王磊实在受不了了 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但没想到 捅了马蜂窝了 这名作者 到处在群里 说王磊的坏话 说他不好相处 耍大牌 不过是个小作者 装什么大师之类 当朋友截图给王磊的时候 他差点气疯了 真没想到 对方是这样的人 果断地把对方拉黑了 有些人 就是没有丝毫的边界感 把别人帮自己 就是理所应当 那种只知道麻烦别人 把别人的善意 当理所当然 没有边界感的人 没必要深交 既然相处 就要彼此舒服 对方让你不舒服了 那就没必要留着了 一直觉得 边界感 就是一个人的底线 只有认清彼此间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相处 否则 你的行为 只会让人反感 别人送给你的 自然是黑名单 朋友在今不在多 有几个知己足矣 在火星情报局 秦峰说自己 被汪涵删除了好友 汪涵回复 不但是你 范冰冰 陈坤 我都删除了 汪涵朋友圈里的人 特别少 他说自己朋友圈 人数一百多人十 自己会觉得 有些可怕 删除好友后 生活会变得相当轻松 所有时间 都是自己的 会感觉特别自在 汪涵朋友圈 只有一百多人 就觉得很多 而我们的朋友圈 却有成千上万的好友 社会心理学家 曾经做过一项研究 人的一生中 同时交往的朋友数极限 分别是 十个 三十个 和六十个 也就是说 一生中 你真正的朋友 不会超过十个 这十个 就是当你陷入困境 急需用钱的时候 把父母 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都算上 愿意借钱的 不会超过十个人 这些人 是你真正的朋友 是你的安全底线 三十个 就是时不时 会联系的朋友 比如你大学毕业以后 还有事没事 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的同学 六十个 就是关系最淡的朋友 比如 你因为某件事 认识了某个人 你们互相混了名片 聊过两次 后来偶尔打电话来 还有印象 但没什么事 就不再联系了 朋友这个概念 虽然宽泛 但能同时交往的 也不会超过一百个 其中 前十个人 是最稳定的 后六十个人 是流动的 你以为别人 是自己的好友 对别人掏心掏肺 很可能对方 早就把你拉黑了 冯伦曾说 你的朋友圈 归根结底 是由你的实力决定的 并不是认识的人 越多越好 时间和精力 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的是 真诚高效的沟通 而不是无效的社交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 把太多的人 请进自己的朋友圈 因为人多了 注定是一场灾难 朋友不需要太多 有那么几个 就足够了 愿你能遇见 值得深交的人